Reddit用户Natalie最近失去了陪伴她11个年头的狗狗饼干 当她挚爱的朋友突然离开时 全家人都感到了悲痛跟不舍 为了饼干给他们一家人留下的美好记忆 他们决定将骨灰撒到饼干生前 几乎每天都要来的这座公园里 但难以置信的是 当时Natalie的丈夫拍摄到的这张相片 似乎却出现了些异常 在Natalie将骨灰撒向盒里时 骨灰在扬起的那一刹那变成了一只狗狗的形状 当他们一家人看到这张相片时 都不禁地想到了陪伴他们多年的饼干 或许她正用这种方式与这家人做最后的告别 但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些观众对这张相片持怀疑态度 于是便有观众通过滤镜对这张相片进行了检测 但结果显示 她的确没有被修改过 随后纽约的新闻周刊对此事件进行了相关的报道 在此次的采访中 Natalie还为记者提供了 当时她丈夫用手机拍摄到的这段影片 从画面里 我们可以看到 当Natalie将骨灰抬手撒向空中时 立即形成了一只狗一样的形状 紧接着 她便渐渐地消散在了微风中 那么你觉得这会是一次巧合 还是饼干在跟Natalie说再见 2023年4月3日 TikTok用户Melody Weber分享了这样一段 令她感到惶恐不安的影片 而也就是这段影片却引起了 大家对下面这一问题的议论 那就是对于婴儿来说 她是否要比成年人更容易遭遇到一些超自然现象 Ch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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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you doing? Cheese What you see? See a bubble What? Bubble What you see? Hi Uh uh Who are you saying hi to? Who are you saying hi to? Dude you need to stop that You're freaking me out Come 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video 我们可以看到 当马洛丽的儿子 在来到这处房间的门口时 他却就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那样 他用小手指向了房间里的某处 并不停地说着 PoPo What you see? There's a bubble What? Bubble What you see? 可是当马洛丽打开灯查看时 这里面却并没有任何人 Who are you saying hi to? Dude you need to stop that You're freaking me out Come on 而也就是当时孩子的这番举动 不仅让马洛丽感到了害怕 他也让很多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们 感到了匪夷所思 因为不少人认为 一个只有一岁两个月大的孩子 他是不会撒谎的 但与此同时 很多母亲们 也回想起了他们的孩子们 在幼儿期似乎也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么这是否又说明了 当时这个孩子真的发现了 某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呢 What'd you see? Dee a bubble What? Bubble What do you see? Hi Uh uh Who are you saying hi to? Who are you saying hi to? Dude you need to stop that You're freaking me out Come on 10 2023年4月19日 美国的全域抑郁解决事务办公室主任 孝恩科克帕特里克 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就2022年的全年预算的使用情况 做出了报告 孝恩博士所在的这个部门 也简称为ARO 他们主要是研究和解决 在军事和情报领域出现的各种抑郁现象 其中包括奇怪的声音或光芒 各种神秘事件 甚至是不明飞行物 在这次的会议中 孝恩博士就曾对外公布了 这样一段令人震惊的影片 通过这段影片的档案 我们了解到 这是由一架MQ-9无人机 在中东的某处区域拍摄的 但很明显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从高空中飞过的金属圆球 到底会是什么 虽然孝恩博士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但不少观众却认为 他已经默认了 那就是一架奇怪形状的U服 因为这段影片 是由军方的无人机拍摄的 如果这是他们的飞行器 又或是正在秘密研发的 某种飞行器的话 那么它将不会出现在 这次的听证会上 许多人认为 动物对于某些超自然现象 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 他们甚至可以观察到 人类无法发现的事物的存在 而在TipTik用户 Tip分享的这段影片中 似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继续来自然之间 继续来自然之间 这个TikTok账户的所有者 是一位名叫Amy的女士 在她分享的这段影片的开始时 我们似乎很难看到 她标记出来的地方到底出现了什么 但她却令艾米感到了害怕 而她的这只名叫Luna的狗狗 却停下了脚步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向着前方的树林里望去 据艾米讲述 这是2022年5月28日下午 她跟儿子在家附近散步时遭遇到的 当时他们正沿着这条步道向前走去 但Luna却突然停了下来 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向前走 但这却让艾米感到了困惑 于是她用手机将Luna这一奇怪的举动拍摄了下来 可就在艾米拍摄时 她却发现前方的树林里 似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黑影 虽然艾米并不知道那个黑影会是什么 但Luna的这一举动 却好像正在提醒他们 那里有危险 艾米解释道 如果你的狗狗在遇到某些情况时 它狂吠不止 这说明 它可以应对接下来 所发生的事情 但当它在遭遇到危险时 却突然沉寂了下来 那么你可能就需要注意了 于是 当艾米在察觉到异常后 它还是决定赶快离开这里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 来自Live6的频道 据分享者讲述 这段影片是上世纪90年代末 美国某电视台的 一档灵异类探险节目中的片段 而且我们从它的发布时间可以看到 这是一段来自十几年前的影片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们到底拍摄到了什么 影片中 似乎只有这位名叫艾米莉的女士 发现了走廊镜头 这个房间内的人影 而这里的其他人 甚至是拍摄者 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 在走廊里的几人 对艾米莉的这一举动 感到有些惊讶 似乎他们当时 也不相信艾米莉所说的这一切 但是艾米莉还是非常肯定地告诉他们 她看到了一个身穿蓝色长裙的女孩 正向他们走来 而这一切真正得到验证 还是在他们结束这次拍摄后 检查影片时才发现的 2022年7月20日 有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 出现在了TikTok上 据分享者讲述 在这场看起来在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里 却可能存在着一些 令我们难以置信的事情 当晚这对年轻的夫妇驾驶着他们刚刚购买的这台汽车 从一家油站驶出后不久 便发生了这次的意外事故 原本好好的汽车突然失去了控制 险些酿成一场大祸 但庆幸的是 当时他们的车速并不快 而这两人也只是受了点轻伤 但就在这名驾车的男主人等待车辆救援时 他却在无意中 从手机上发现了这样一张奇怪的照片 而这张照片则是他在刚离开的这家油站内拍摄的 从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正独自坐在车内 但此时 车辆的后排座椅上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物 现在一座加油站担任夜间工作的Reddit用户 Frankie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 某天凌晨 当他决定走出办公室 放松一下时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透明般的人影 正从一台加油机附近出现 并快速地消失在了那里 起初 分享者只是以为可能是自己眼花了 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 毕竟谁也不想 在凌晨时分 将自己看到的这一画面 跟一些可怕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但在几天后 几乎是同一时间 这样的现象 又再一次地出现了 在他把自己的这一发现 告诉给他的同事们听后 似乎他们 却并不相信 于是分享者决定尝试着将它拍摄下来 2022年5月7日凌晨 分享者叫来了他的另一位同事 两人认真的望向加油机的方向 并用手机试图记录下 可能即将发生的这奇怪的一幕 影片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电脑上 显示的时间是3点45分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此时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半透明状的身影 从画面右侧 这台加油机附近出现 然后在他向前走了几步后 便渐渐地消失在了这里 因为按照分享者所说的 这个家伙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同一时间 出现在这台加油机的附近 所以这也使得一些观众认为 或许这里真的有鬼魂的存在 但是还是有不少观众质疑 Frankie所讲的这个故事 他们认为 这可能是反射造成的假象 也就是当有人从拍摄者身后走过时 便会在玻璃上出现这样的景象 但似乎这种猜测 却无法解释 这个人影在渐渐消失时的这一画面 那么这会是一个真正的鬼魂吗 还是玻璃反射造成的假象 在下一段影片开始之前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2016年6月 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影片 出现在了各大媒体上 据这些媒体报道 这段影片拍摄自墨西哥 蒙特雷的萨尔迪约大教堂 在这段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耶稣雕像 被安放在了教堂后方的十字架上 当这几名观光者 在教堂内用相机随意地拍摄时 他们似乎记录到了一些 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情 正在这里发生 当我们将这段画面放大时 可以看到雕像的眼睛 突然间张开了 而这一情况在持续了几秒钟后 他的眼睛再次恢复到了和尚的状态 当这段影片在网络上出现之后 他不仅引起了众多网友们的议论 甚至是在宗教界 同样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对此就有不少信众认为 这是神机的一种表现 他们纷纷来到教堂进行祈祷 当然也有对此表示质疑的观众 他们怀疑 这根本就是一段经过编辑过的影片 但最终 我们在Yahoo新闻的这篇报道中发现 在经过了20多名专业的分析师 数周的分析后 最终 他们得出的结论证明 这的确是一段真实的 没有被修改过的影片 不仅如此 在我们查阅关于这段影片的更多讯息时 还发现了这样一篇来自每日邮报的报道 这篇报道的内容是 萨尔地月大教堂 在2016年12月17日举行的游行期间 发生的一件离奇的事情 当时就有一位民众拍摄到了这样一段 雕像头部移动的影片 虽然我们不清楚 他们是否是同一座雕像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同样都来自萨尔地月大教堂 第四 在往期的影片中 我们曾向大家展示过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 几名网友驾驶着他们的特斯拉 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内 拍摄到了一些 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但它却清楚地显示在了汽车的屏幕上 这也被不少观众戏称为 幽灵特斯拉 当这位名叫海瑟的网友 将这段影片 分享在了自己的推特上之后 便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有人猜测 可能是他们的汽车出现的故障 也有人相信 某些电子产品 是可以侦测到我们人眼看不到的东西 例如 就有很多人在拍照时 无意中拍下了一些可怕的画面或人物 但他们在拍摄时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另外还有一些居住在附近的观众也纷纷到此尝试 近日我们就在太阳报发现了这样一篇类似的报道 几位来自塔卡霍的网友在驾车前往蒙特罗斯的途中 他们刚好需要经过李世满 这时 有人就提议 到这处公墓里尝试一下 刚好他们驾驶的就是一台特斯拉 当他们来到这里后 果然出现了跟海瑟同样的情况 他们的汽车 发出了警示 提醒驾驶者 注意避让出现在他们附近的行人 但可以看到的是 虽然这台汽车发出了警示 但我们从画面中 却没有发现 任何人出现在他们汽车附近 虽然他们在车内 并看不到外面 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 但这一情况 还是把几人吓坏了 他们喊叫着 驾车仓皇地离开了这里 登州便利店灵异事件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 是一件发生在十几年前 马来西亚一家便利商店外的离奇的事情 而此次的事件 在当地也一度引起了不少人的热议 据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影片 是当时的一名女员工的男友 用手机录制的一段监视器的录像片段 而她原始的监视器录像 据说已经被警方带走 所调查了 而此次的事件也被定义为 是监视器出现的故障 但当时在这里工作的员工 却目睹了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 根据我们找到的资料显示 此次事件的准确发生地点 应该是在登州北加地区 警局对面的这家便利店 时间是2011年10月20日 凌晨3点左右 从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名身穿长裙的女士 一直在这家7E的门前徘徊 由于当时正是凌晨时分 店内并没有顾客 所以这也引起了店内的员工 对她的注意 当她在这里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一名感到奇怪的员工 就想出门询问一下 看看她是否需要帮助 但当这名员工走到门口处时 却发现她已经不见了 从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这名员工还站在店门口张望了许久 才走进了店内 但在不久之后 这名女士又再次的出现在了 这家便利店的门前 直到接下来 这一幕的发生后 她才将这个事件的恐怖程度 推到了顶点 随后这名女士便再也没有在这段影片中出现过 从这名女士再次出现前的这段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拍摄者在记录这名女士消失时的这段片段前 她还特意地将镜头对准了画面中的时间戳 上面显示的调取这段录像时的时间 是20日的早上8点左右 因此 这也让不少观众认为 这里一定是发生过什么 不然这些员工也不会无聊到 去调取一天前的这段监控录像查看 所以这也使得很多人相信 那位女士的突然消失 绝非是监视器故障那么简单 在此次事件发生的几天后 有人就将这段 用手机拍摄的影片 分享在了网络上 而在不久之后 自称知道当时情况的一位 来自北加地区的观众留言讲述 当晚这里的员工 的确看到了这名女士消失时的过程 随后 他们调取了监视器录影 来证明自己并没有看错 不仅如此 其中的一名女员工 还将这段影片展示给了她的男友看 当时她的男友用手机将她拍摄了下来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影片 虽然我们不确定 这名观众所说的是否真实 但似乎她的这一说法 也并没有得到其他观众的质疑 以上便是我们找到的 关于她的全部讯息 欢迎更多了解这次事件的观众 留言补充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们距离她的真相更近些 2022年8月16日 德克萨斯州 吉尔哥地区的一对夫妇 在驾车去往烧山的途中 他们发现这里的上空似乎有个巨大的三角形物体 被云层遮挡住了 但使用肉眼依稀 还是可以看得到 于是他们停下车拍下了这几张照片 虽然在他们拍摄的这些照片中 看上去并不明显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这里的太阳似乎被一个奇怪的物体遮挡住了 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从云层中透了出来 如果将这些照片的颜色稍加调整后 你会发现这里的云层中 似乎真的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物体 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 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 是2022年时 发生在台中廖小姐家里的真实一幕 前世录影中出现的这只狗狗 名叫米江 它今年已经四岁了 原本每天晚上 都会凑到廖小姐身旁撒娇的米江 却在2022年8月末的这几天 突然间发生了变化 我的世纪原本不冷写的日子 在遇见以后 整个都变了 那你为什么都会耽误 你明明这么大 你不是吗 因为这些话 就像是个说我爱你 你说的是哪个人 从这段监视录影中 我们可以看到 米江似乎就一直站在这位阿嬷的一旁 并死死地盯着她的附近 而且不时的 我们还能听到她发出的低吼声 但这一幕却并不只有发生在20日这天的监视录影中 当廖小姐在检查监视录影时 她发现 似乎从19日这天开始 米江就已经出现了这样诡异的举动了 而在几天之后 影片中的这位老阿嬷 却因为身患癌症去世了 据四主廖小姐讲述 平日里 米江是不经常这样叫的 当20日这天 四主在发现连续两天 她的狗狗都会出现这样的举动时 廖小姐还并没有表现出很紧张的样子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的确很难理解 这些宠物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而这一切 一直延续到阿嬷去世的前一天晚上的八点左右时 米江的这种诡异的举动 却越发的严重了 她不仅不停地围绕在这位老人的四周 而且 有时米江还会对着门外 狂吠不止 这一幕就像是她正在驱赶什么东西那样 米江就这样 每天晚上八点左右 都会出现类似的诡异举动 直至持续了两周左右 可是在这位老人去世后 她便再也没有表现出 这种令人突然感觉到脊背发凉的行为 据廖小姐讲述 其实阿嬷已经身患癌症长达十年之久了 期间 她也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习惯 并使这一检查 直到这天 她因为突然病情严重 在被送到医院后 医生才宣布阿嬷的病情 已经来到了末期 而对于身体忽然发生的变化 医生也只能解释为 是这段时间内 由于癌细胞大量扩散所导致的 但当廖小姐 在查看网日的那些监视录影后 她却认为 狗狗的这种举动 可能绝非偶然 因为米江每天晚间 都会在八点左右 就开始出现这样诡异的行为 此外廖小姐还发现 米江夜间的叫声 是与平时明显不同的 她会先跑到阿嬷的一旁 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她看 然后才开始 从阿嬷身后的这些门窗前 逐一地走过 她就像是在检查什么那样 紧接着 米江便又会回到这位老人的身旁 而当廖小姐 在将这些监控录影 拿给其他一些长辈看过后 他们却认为狗狗 是可以看到一些灵异的事物的 例如有一种传闻提到了 当人在过世前 会有鬼差钱来查看 当他们在多次地验证过 几乡离世人的身份后 便会将它带走 虽然这种传闻听上去 就像是我们在某些恐怖电影中 看到的桥段那样 但近代的医学界却认为 一些动物是可以提前地感知到 人体可能存在的 某些致命病情的 据廖小姐讲述 米江是一只刚生下来 还没睁开眼睛 便被廖小姐当孩子一样喂养的狗狗 他也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 米江也从来不会乱咬家具 而且相比其他的宠物米江 似乎与人更为亲近 平日里他的狗狗 非常的胆小 他也几乎不会跟邻居家的狗狗们玩耍 米江大多数时间 也只是跟家园们待在一起 而这些天理发生的这一切 也是廖小姐第一次 见到米江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认为 当时狗狗 一定是在尽心地保护阿嬷 不让他离开大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